回家去,今年春天,当新冠病毒开始在美国爆发时,特朗普也开始把病毒冠以武汉病毒及中国病毒整天在电视及电台广播节目上描黑中国对疫情处理的手法。 华语电台也在指摘中国当局有隐瞒事实真相之嫌,看守所的住客一般都是没完成中学教育的非议青年,他们都是人云亦云,不知内里的受新闻媒体的影响。 见到我的黄连孔,便没头没脑的,东来一句,谢谢你们的中国病毒,过西来一句救救美国,请把你们的病毒带回去,在众人围攻之下,真是有理说不清,唯有一笑置之的,回了一句,我没那能力,靠的是你们自己的总统。 那一天,电视新闻广播节目里,报道一个戴着口罩的华裔妇女,在地铁车厢内,被一非议妇人辱骂,急用雨伞殴打,旁边坐着的,爱凡巴基斯坦一工程师叹气得道,这样的事陆续有来,我们那总统,压根儿就是个白人主义的追随者,你知道吗? 据早前的报道,文说他的父亲,是3K党的头目,现在特朗普又到处的煽风点火,鼓吹美国至上,其实大家都心里明白他说的是,白人至上,和富人至上,而他惯用的伎俩,就是散播仇恨,引起恐慌,以达成仇外政策的目的。 我回应说,从今以后,外来移民的日子,会变得不好过,特别是中国来的,这话题正好搜着爱凡的仰处,爱凡一家都是新移民,现在以美国为家,养儿育女,他的跨国科技公司,也聘用了大量中国精英,他追着说,我的中国同事,告诉我在美国,就有500万华裔的,他们都是美国公司企业,争取罗志的人才, 大家都公认中国籍的员工,永不抱怨,不作揽,注意力集中,有责任感,简直就是理想的工作机器人,但现在这两年来,特朗普推出的新移民政策,把技术专业签证H-EB收紧了,现在又有新冠病毒疫情,不断甩锅给中国的动作,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回家的移民潮,你看,去年底,风动高科技界的人士, 动向是什么,是中国籍的美国科技界强人,微软的副行政总裁哈利,沈放弃高薪后职,毅然跑回中国去,他打开了回家去的大门,第一个踏出这一步的,中国高端精英人才,真正爱凡向着我暧昧的道, 我的律师,在法务部的网站上,看过你的履历,告诉我,你来了美国16年后,放弃高薪教习,跑回香港去,30多年以前,你的又是什么的故事,那是半世纪前的事了, 我19岁,只身来美国寻梦,四年大学,四年医学院念医学博士,四年实习眼科专科的住院训练,之后又四年的,专研视网膜手术激光技术, 刚碰上香港中文大学,新开的医学院开设眼科,受聘后便拔根回流, 还记得1984年,6月30日抵党,出入境的人员,看到我拉着一箱一箱的书,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是移民回家,他们都吃惊的说, 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人都是往外跑的跑,移民的移民,怎么你却逆流而回,我笑着说,这是我的家, 爱凡也奇怪的追问,你一定有后招,有太平门,的,我偷白,回香港三年后的一天,我跑上花园道那总领馆,告诉那前台的职员, 我要退还我的永久居留证件,那职员不知所措,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过,饶养了半天,请示了上次后,要我拿出书面申请要求, 我马上要了一张白纸,手写了我是寺院的退还那,绿卡,的,置回信和绿卡,便仰手离去, 爱凡微笑点着头,我懂了,你是真的回到家里去了。